大家好朋友们 推特给我发来一些信息 发来一些爆料 等等的 这两天有一位可能是位女士 她通过推特 给我 求助 她说 可能我这名字引起她误会了 这个 我不叫北京侃爷吗 她说她要到北京来找我 她说我要到北京 紧急求助 跟你这个会面 说这个我看了看她的推特 似乎是 好像是一个位 女权吧 我也不懂啊 其实什么叫女权呀 是不是特别确切的概念 我也不知道啊 似乎是好像也受到了 什么某一个地方的政府的打压呀 还是怎么样啊 我也不是太清楚啊 但是那个 您说到北京来啊 我是不在北京的啊 我不在北京 我已经离开北京六七年了啊 呃 说的那个开玩笑的话吧 啊 说一句半开玩笑 半当真的话 我也是从北京逃出来的 对吧 我不喜欢北京 我在北京感觉的压抑 痛苦 是吧 这个想说句话 想说句人话 想说句整话 都说不了 所以我早就离开北京了啊 您到北京也找不到我 呃 您的那些事 我也看了看 似乎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啊 这个 呃 您去看看吧 反正在中国大陆 很多问题都没有人能跟你解决 你只能自己认 是吧 比如说你到了北京 你到了什么国家信访局 啊 到了什么这个 什么最高法院的信访办公室 什么公安部的信访办公室 是吧 最高法的在承寿寺 在丰台 原来在城里 在东郊民巷 就法院那儿啊 后来 人太多啊 影响 影响人家办公啊 影响治安 因为离天安门 咫尺之遥 给你们弄 丰台 承寿寺 对吧 公安部的信访办 就在原来我上学的地儿 二十四中东堂的胡同 是吧 一到那个开两会的时候 那个胡同口外边 东堂的胡同外边 那个那个米市大街 到那个协和医院 马路两边 就站着几百个人 几百个成年男子 啊 剃的短发 就是那种半寸 啊 有的往往穿深色衣服 有的斜跨的一个小包 那都是各省 公安厅 公安局 派到北京 解访的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 那就是信访办 所以 是吧 这个 您找我 我能给您解决什么问题啊 是吧 我要在北京 是吧 这个 呼风唤雨 是吧 吃香的 喝辣的 是吧 这个 怎么说 平汤 是吧 这个攻减法 是吧 黑白两道 平汤 我什么都行 对吧 我在北京 我也不痛快 所以我离开了 是吧 这个 我再跟大家说 我叫北京 坎爷啊 我在西班牙啊 我可不在北京啊 别以为我在北京 然后 其实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是吧 我帮您那个出口气啊 是吧 这个 这个 嚷嚷两嗓子 是吧 嚷嚷两嗓子 差不多 其他的事 我解决不了啊 这个 您自己的事 您自己解决吧 啊 之前在北京 还有街坊 啊 后来我住那小区 东北的啊 说自己的亲姨父 被打死了 啊 还有山西的啊 老家山西 在新疆生活的啊 说也有什么冤屈 还想找我 我根本就解决不了 是吧 我要是一根筋 我都去上访了 对吧 我原来搞业主维权 对吧 那个 08年的时候 我们小区要建垃圾站 那是我连夜去反对的 对吧 我这个三天折腾下来 我半边脸都肿了 我给我们小区挽回损失 好几个亿 99%的人是冷眼旁观的 对吧 在中国呀 要不然你就搬家 要不然你就把那事忘了 是吧 你就换一种活法 是吧 我不鼓励你去拼命啊 那跟我没关系 好几个亿